这个家道怎么样可以保持不衰 老法师也常常跟我们讲 家学家风家道家业 那么家道怎么样可以保持不衰呢 我们说这个不孝友善无后为大 这个不孝友善无后为大 这个后其实不是指没有生儿子 老法师说这个家业或者家道 没有人传承下去了 那么老法师说 愿理上讲说富不过三代 富贵能保持三代其实是正常的 你要先了解要怎么去过三代 怎么去保持三代 像我们台湾的塑胶大王王永庆 他当时因为王永庆本身 他其实在台湾的早期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 王永庆本身他也喜欢帮助很多苦难的人 我在讲英国里面都有提到王永庆 他的一些公案事迹 比如说台湾的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台湾的蓝头有一个学校被镇垮了 这些小学生就写一封信给王永庆 王永庆先生就是马上就帮助这个学校重建 他也在生前也兼了三十几亿的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盖希望小学 那王永庆他的祖坟就是设在我们台北新殿的翡翠水库那边的碧坛 那么当时据说王永庆有请了一位唐山来的一个风水 风水先生帮他家看风水 那当时这个坟墙涨下去的时候呢 当时有跟王永庆先生讲 他说这个坟墓的洪水地理非常的好 等于是在台北市呢 这个盆地的水水源地的一个头 我们知道一般的民间的说法呢 这个水呢是主财富 所以这个唐山的这个洪水是把 王永庆他们这个祖坟葬葬下去以后 有写了一个文件给王永庆先生 说这个洪水呢 这个洪水宝地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说这个是仙人沙王 仙人沙王呢 一网打尽 富口敌果 有跟他写这八个字 坟墓的这个洪水奏向是仙人沙王 他的福报呢 是这个户口敌果一网打尽 但是最后四个字呢 讲得非常好 他说你四代呢 必须要积功的得 要行善积的 这个洪水 洪水先生特别交代这句话 所以一定要行善积的 你才有办法富过三代 所以老法师说 富贵怎么可以保持三四正常呢 要什么个方法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富贵三代呢 什么原因呢 要老人教 我们说不听老人的言 吃亏在眼前 老法师说要有老人教 如果他们家里有人积的 他们的祖先有人积的 我们再看到前面这里面的郭宏也好 东海一定国的父亲移工也好 赵辩赵亲宪公也好 他们都是积的 所以他们的祖先都非常的显贵 那他们的祖先呢 礼公积德身后 他们就能够传好几世代 像焕冲淵呢 他的福报有八百年 焕冲淵的儿子患成人 都一直传下去 这个呢 能福报积德后的话 可以传几世代 那老法师说 在中国最有名的 印光大师常说的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呢 到台湾来呢 到孔德成 所以孔家到现在呢 是七十多代 朱朱生生呢 都特别受人尊敬 那焕冲淵先生呢 也传了将近一千年 也有几十代了 辽黄先生呢 也传了十几代 都不错 那老法师说 这个是祖宗功德积德后 那德要怎么修呢 德要怎么修怎么积呢 那老法师说 你能够诚心诚意的奉行地子归 奉行古圣先贤善良的教诲 自己诚心诚意的去做 教导你的家道 教导你的家亲建属 你的后人像一样 诚心诚意去做 你的家道就可以保持代代不算 所以关键在这句话 在老法师讲的 你自己要奉行古圣 古圣先贤善良的教诲 你自己本身要诚心诚意去做 要以身作者 然后也要教导你的家亲建属 你的后人跟你一样 要诚心诚意去做 像我们台北圣弘昌公司 江松华先生 他本身就是完全落实地子归 他完全以身作者 他真的把地子归内 在公司极力的推动 他们公司有八千多个员工 每一个人都要写地子归 到他们公司考进来以后 考试通过以后 第一本拿到的书内 就是地子归 他在机场服务台摆的经书内 就是地子归 还有了函事信 还有十三一道经 那我会认识他 是从我出境到香港 去见拉法师的时候 我在台北的这个桃园的中正机场 在他们的服务台 拿到一本拉法师 这个讲座里面的十三一道经 我拿去给拉法师看 所以江先生 他本身就是以身作者推动地子归 所以他也是用地子归教育他的小孩 教育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现在也继承他的事业 我们现在是所谓的接班 继承得非常的顺利 他们本身也有基金会在推动公益的活动 他的儿子本身也投入这个公益的活动 做些行善既得的事情 那老法师说 企业家最容易复够三代是什么呢 就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说没有一定功德 比这个更大 就是推动圣贤教育 保存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这个功德最大 老法师说 有人要问 他说今天是个乱世 几十的人都在诈欺诈 你要做个老实人 我在这个社会上还能生存吗 确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老法师说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欺骗别人好像是应该的 但是却不知道说错了 你能够老老实实的不欺骗别人 你能够老老实实不欺骗别人 你这一生会过得很幸福 很圆满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 关键就是这句话说 你很老实的不去欺骗别人 那么你这一生就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很圆满 老法师说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呢 老法师说 因果报应是真理 他说古今中外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把这个东西退换 佛法师说 佛法里面常讲的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善因内还是有善果 恶因内还是有误报 无论在什么时代 无论在什么地区 都能够 永远不会变 这样的一个道理叫做真理 善因还是有善果 恶因还是有恶报 无论在什么时代 什么地区 他都不会变化的 这个叫做真理 这个叫做因果